花蓮市109年的第一次里长联系汇报21号上午举行 市长渭嘉贤表示 只要接到市政建设相关建议 都会在最快时间内处理或者是转送给相关单位 不会因为新冠肺炎疫情而影响停滞了 期盼可以和里长们共同携手创造市民的最大福祉 21号上午花蓮市公所举办了109年第一次里长联系汇报 市长渭嘉贤针对花蓮市公共工程的进行做了说明 他表示在0206强证过后 虽然民生作息恢复正常 不过中央和地方政府仍持续在执行各项的灾后复原工作 这些都造成了民众生活上的不方便 希望大家能够体谅 市公所也会要求各单位在不影响市公品质前提之下尽快完成 尤其是下半年度开始 上半年度的疫情由于大家的防疫都做得非常非常的落实 让所有的问题都能够降到最小 那我们希望说下半年度不只是要做防疫 更要把防灾的工作做到确实 那未来在迎接来到花蓮的游客的部分 也要做好因应的准备 那我们希望说未来有更多的一个机会 能够了解到民众的声音让我们公所在施政的部分 再向上级争取更多的一个建设经费的部分也能够确实来执行 为了了解民意的需求 市公所每三个月就会定期召开一次里长联系汇报 而今年受疫情影响为了避免群聚感染风险 因此到7月份才举办今年第一场里长联系汇报 市长魏嘉賢表示 只要接到市政建设的相关建议 都会在最快时间内处理或者是转送到相关单位 不会因为疫情影响而停滞 期盼可以和里长牺手创造市民的最大复制 解许的情 华联市报道